Wordpress新增選單的方法 在後台的頁面 全部頁面 這邊會列出所有網站上面的網頁 譬如說印尼、台灣 然後到前台看一下 直接說明下面台灣、印尼、菲律賓 這個都是每一個頁面 只是這個頁面裡面有沒有內容 就是要看你在製作這個頁面的時候 裡面有沒有去填寫內容 像目前台灣的頁面是這個 然後菲律賓的頁面裡面沒有東西 然後我們再到後台來看一下 印尼這頁編輯 這頁沒有東西 所以目前是空的 那我們要怎麼讓印尼這頁 放在剛剛這個選單的下面 就是在這頁新增完畢之後 我們示範一下新增頁 新增頁面 然後這邊輸入test 內容我輸入test 然後按發表 發表完畢之後 我們在前台看一下 這個test 它是不會出現的 內容它已經跑出來了 而test是跑到這個選單 為什麼呢 在看這一頁的時候 到後台來看一下外觀的選單 這個test會跑到最下面 因為我有勾選自動將新的頂層頁面 新增到此選單 所以剛剛test的頁面一新增 這個頁面一新增完畢的時候 它自動跑到這個外觀裡面的選單 裡面的最下面的選單 那前台就會跑出在最右邊 這照順序的 從左到右 就是從後台的選單 從上到下的意思 那如果這個test 我們想要把它拉到 Q&A的右邊 我們就這樣拉過來 test拉過來 放開 這時候我們再儲存一下選單 然後再到前台去 重新整理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注意一下test 它就跑到Q&A的右邊了 所以你要新增選單的方式 就是先去後台裡面的頁面 先去新增一個頁面 然後再到外觀的選單裡面來 把這個頁面 拖曳到你想要放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如果這頁我不要的話 我就按頁面 然後按Remove 移除 那這頁就不見了 那記得選單這邊如果有異動的話 按一下這個儲存選單 我們再到前台看一下這個test 重新整理一下它就消失了 它就消失了 這個選單不見了 但是選單不見了 不代表那個頁面不見了 所以我們再到後台去看一下 你這個頁面的地方 這個頁面表示你的網頁的內容 網頁的內容還是存在的 只是它並沒有出現在選單列而已 所以這個頁面如果我們確定不要的話 這個頁面我們必須按一下回收筒 把它丟掉 這樣就完成了 那這個回收筒在這邊 點一下回收筒 再把它按永久刪除 這個頁面才會真的完全不見 因為它是類似Windows的垃圾桶的意思 所以我永久刪除之後 這頁就完全不見了 這個就是新增頁面還有選單的方式